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看大山 现在呀都说呀,哎呀年轻人不行啊,子女不孝敬啦,子子女可子不上喽 其实老宋一直认为呀,没那么夸张,为什么? 老宋一直认为,现在年轻人,如果你说他能做到二十四,要特别特别孝顺的,不到百分之十 但是你要说那种年轻人对父母不管不问,甚至打爹骂娘的,也不到百分之十 是不是?还有百分之八十的大多数,其实还是能做到相对孝敬老人的 还是管你的,是不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孝敬还是不孝敬的 现在这个社会,啃老的年轻人还是很多的 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啃,不管你是明啃还是暗啃,不管怎么样 哎,好多都是啃老,你说老人呢,也是不容易 生了个孩子,从小啊,把孩子抚养党的 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都是尽自己所能给孩子 自己呢,吃点叉的,喝点叉的,把好的全给孩子 希望孩子呢,幸福快乐,别吃亏,别遭罪,别受苦 一直供到大学毕业了,花了那么多钱 你说这时候开始什么?找对象,结婚 男孩都不用说了,买房,买车,办婚礼 还有什么,那个,财礼也有的地方,是不是? 女孩呢,现在好多独生子女家庭,父母也是 那不行啊,我不能让我女孩,女儿都这样 咱们也得给,不让我女儿现在没面子 对不对,到了吃亏,让你瞧不起 不行,女孩家长也不少给,是不是? 哎呦,这一下呀,你说 哎,多少钱? 全完劲了,孩子也结婚了,哎,差也成家立了 是不是父母可以放松一点了,哎,自己攒点养老钱 啊,享受享受晚年生活,那不行 你还得搭,搭什么?你看,搭钱首先 什么房贷呀,车贷呀,什么小辈的商业园呢 这种钱你都得管,你不管,孩子不够啊 他生活不够啊,是不是?哎呀,那玩后怎么样啊 还得搭力,什么搭力啊?你帮着得看孩子啊 节,送,看孩子,甚至做家务 还要给孩子们做饭的,是不是? 又搭钱,又搭力 你说父母心甘情愿吗? 大部分父母都不心甘情愿 谁不想享受享受幸福晚年呢? 那你说,你要劝父母,说 那你不心甘情愿就不干呗 但是,有两种哭 这时候,一种父母说是什么呢? 哎呀,不帮不行啊 那天就跟我说的,不帮怎么办? 不帮他怎么活呀? 他挣了点钱,不够啊 不帮,他上班的孩子谁带呀? 不帮不行啊 其实这种什么? 就是父母啊,永远觉得孩子长不大 永远觉得他是个孩子 永远觉得他没有智力能力 我跟你讲,这个世界没有谁都一样走 你的孩子没有了你,他也一样能生存 你小看他了 当然,他可能会遭更多的罪 吃过的苦,挨更多的累 这是人生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是不是? 没有什么过不下去 只是说,你舍不舍得让他吃苦遭罪罢了 对吧? 但是反正说,你就不舍得让你的孩子吃苦遭罪 你说我就爱他 我也可自己吃点苦 我也可能什么,我也愿意帮他 不喜欢让他爱累 那很正常 因为你爱他嘛 但是,如果你这么选择了 那么怎么样? 你就别抱怨 你就心甘情愿的,对不对? 我就心甘情愿的去帮他 我就心甘情愿的去搭钱搭率 那你还抱怨什么呢? 你这边帮着,把你还抱怨着 那你还不如不管 你说什么? 这是一种父母 还有一种父母是什么呢? 我真不管 我真不想管了 我就没有那么多钱 又没有那什么 那么多力 我身体又不好 真不想管了 但是什么? 子女呀 这就是要分了 分什么? 一种是相对好一点的 来爱求你 哎呀,爸妈呀 求求你了 你看我现在实在过不去这坎儿了 你帮帮我吧 你要不帮我 这孩子咋办呢? 谁带也真没办法 哎,父母心愿 好吧,帮吧 虽然不满意 就孩子这么求了 这算好的 还有一部分孩子 那就有点什么不香花了 来抢用的 就叫什么? 啃老爷得硬啃 哦 这个啃老爷得硬啃 我还挺无论一体皮肚包 这有什么呢? 我最看不完的是两种 那两种呢? 第一种就是有的儿媳妇 那边和网上还有一个跟我说的 这个头战和我说的 跟我说什么呢? 啊,怎么的? 婆婆公公带孩子 带小朋友 就是应该应份的 他们就应该带 这就是他们的责任 他们的义务 干什么恩? 凭什么不带? 他们自己家主性 他家性就该他带 啊 我说你不敢恩吗? 父母都敢 我干什么恩呢? 应该的 啊 他不敢恩 哎呦,我的天哪 我听这话真的 他哪个不管 凭啥不管呢? 那是你孩子 那是人家孩子 啊 哪个规定的义务说 父母还得给带孙辈 还得那什么 不管不行 那是不是你儿子 是不是你姑娘啊 啊 怎么做妈的呀 我都纳闷 就这样做父母的 哎呀 我 我自己不说了 不说了 说这样的 我就觉得哈 我反正觉得什么 人呢 我一直认为 可能说父母有数 也有问题啊 婆媳之间的问题 但是碰到这样的儿媳妇 那我就觉得 父母没啥问题了 啊 我还觉得什么 人呢 体要脸 是不是 还有另一部分呢 就是第二种 不太买 就是什么 子女对父母 我告诉你啊 你今天不帮我 啊 你不给我出钱 对吧 你不给我出力了 以后老了 别怪我不养你啊 是不是 我根本说你们真敢说 法律规定义务 你说不养就不养啊 啊 真敢说 那咱们先不说 他养不养 咱就说 当父母预料了这第二种 第一种咱就不说了 那种啊 咱就说这个第二种 跟父母 直高气昂的说 你老了我不养你 你不管我 那么父母 该怎么办呢 父母应该怎么办 父母是不是说 呦 他不养我 我害怕了 我还得管吗 是应该这样吗 咱们聊一聊 好不好 再说这个 首先我认为 你要估量自己 就算他说这个话了 你到底有没有 这个经济实力 和你的健康身体 你能不能支撑了 要去管 你支撑不了怎么样 硬管呢 你把钱全给他搭了 自己连一个又都不舍得吃 自己就吃抗烟菜 你身体这疼 那也疼 医院都不准 完就跟他那干孩子 累了一天 腰酸腿疼的 身体全是病 你有这个能力没有 你先说一说 打个比方说 你如果你又没有这个能力 钱又花了了 身体又不行 心情带郁闷 你都活不到老 你还考虑他给你养什么老 你认为是这个道理不 你想一想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想跟所有的老人说 你们要明白 你没有这个义务 对不对 你的义务已经尽完了 帮 当然是人情 不帮 也是正常的 这个是可你的心 其实呢 如果遇到好儿女 你帮他们一把 儿女是会感恩的 这个时候 大家会其乐融融的 对不对 因为他知道感恩 他知道父母这么做 付出了辛苦 不容易 哎呀 他们可理解父母 他们感恩父母 那他们会对父母也好 让父母心情愉快 这才能有个好结果 那么 你帮他 他都不知道感恩 他觉得你是应该应分的时候 你还帮什么 他都不感谢你 你帮一个人忙 对你就应该的 那 你想一想吧 是不是这个道理 第三个 是最重要的 我跟你讲 一个能说出这种话的子女 你以为你现在清其所有了 付出所有了 他就能养你老 他就能孝敬你 他如果能那么样 他就说不出这种话来 我告诉你啊 不说这种话的人 子女 他不一定能孝敬你 确实 他不说他也不一定能孝敬你 但是 能对你说出这些话的子女 他一定不会孝敬你 这个是百分之百的 你听说哪个以后挺孝敬的子女 这个时候 那什么跟父母说 老了我不养你啊 我告诉你不这么做 这样的子女 你告诉我 你老了 他会孝敬你 就算你付出了所有 清其所有 他也会找出一大堆的理由 来不孝敬你 你想一想吧 是不是这个道理 啊 我 我跟你说啊 子女教育成这个样子 首先有你做父母的责任 对不对 咱们得承认 那说明你的父母教育的不好 有的父母呢 也确实做的很多事情 可能不太对 但是如果你已经面对这样的子女了 你还委屈求学 跟你说 我以后不养你了 你还卑容屈膝 我告诉你 你的晚年会更惨 你不会有什么 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就更应该为自己打算了 越碰到 你反而碰到那种对你哀求啊 你看爸妈帮我指导感恩的 这种子女 哎 你还得行事 我得管管他 是不是 我子女这么容易 你看他知道啊 他知道求我 他知道我帮他 他感恩 这样的子女你可以 反而又是这 越强的这种子女 你就越不能帮 因为什么 你应该早点为自己 以后做打算了 因为无论你帮与不帮 结果他都不可能对你太好 那么这个时候 你身上有了牌 有了底气 你到时候才可能理直气壮 说不好听的 反而你要没全给他 你手里有的钱 到你老了 他还真心去孝敬你 因为什么 他看着你钱的份上 如果你啥都没有了 你指着他 猪猫 老了们 你们说对不对 所以说 所有的父母们 如果说 你要遇到这样和你说话的子女 那你就当机立断了 别再哄着他了 怕他那个 当然所有的子女也是 你们要真说出这种话来 你们真是 威胁父母 你也好意思 你们说呢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我们看老宋 看大神 希望朋友 喜欢老宋 我就是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